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宁波靠海 海的故事自然鱼是主角 宁波人将鱼油炸 清蒸 风干 在餐桌上上演百般花样 从孩童开始 到长大成人 再到暮年享受天伦之乐 宁波人的一生与鱼为伴 用鱼的美味定格人生中最美好的瞬间 宁波 鱼水之乡的美名由来已久 独属宁波的永江从这里入海 广阔无垠的东海从这里上岸 有水自然有余 已将傍海的宁波人懂水 更懂水里的鱼 亡捕 海钓 各式各样的鱼带着海的鲜美来到宁波人的身边 他们在鱼鲜之外 再加上咸才觉得够味 由此形成了鲜咸合一的口味 今天美食作家柴龙在家里招待朋友 鱼是壁上的一道菜 作为宁波十大名菜之一的咸鸡大汤黄鱼摆上餐桌 不用明说 客人就已经领略到主人最真诚的代客心意 柴龙的职业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但他却在宁波的美食界小有名气 工作之余 他用三年的时间走访宁波各地的美食 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宁波老味道 书中他描述宁波人与大黄鱼有一种奇特的情节 在当地人看来 东海鲜味众多 但都不能与野生大黄鱼相比 宁波紧临的东海 四季分明 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生长 哎呀 这条好 这条好 大小也刚刚好呀 是不是 哇 这个黄的 还不错的 这个鱼 黄鱼 黄鱼就像金条一样 是的 因为颜色金黄又是上品佳肴 大黄鱼一度成为黄金的代名词 有人将黄金金条比喻为大黄鱼小黄鱼 事实上 大黄鱼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富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 野生大黄鱼是主要的经济鱼种 如今 养殖大黄鱼又带动了地方经济 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因此过上了好日子 好的鱼的条形就是这样子 头要尖 尾巴要修长 肚子也瘦的 对 肚子也瘦的 这鱼就好鱼 煮出来就鲜美 对 煮出来的鱼会 口感会更好一些 它的鱼肉会更结实 哇 还在叫 咕咕咕咕咕 没事 我们得 相比其他鱼类 大黄鱼对声音更敏感 它们通过叫声召唤伴侣 每当风平浪静之时 人们侧耳聆听 海中会传来一阵阵咕咕的叫声 虽然初春的气温依然很低 但春的气息已经在平静的海面下 悄悄孕育 是不是要放点冰块啊 倒是 对 放点冰块 好 台龙将新鲜的大黄鱼小心收好 现在制作咸鸡大汤黄鱼 只差一份宁波特产 雪菜 宁波人都知道 好咸鸡是用脚踩出来的 咸鸡是宁波人的叫法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雪梨红咸菜或者雪菜 宁波人腌制雪梨红咸菜的历史 已经有几百年 在宁波人看来 龙东时节依然翠绿的雪梨红 是丰收的代名词 如今腌制雪梨红的方法改进了不少 但柴龙还是喜欢老传统腌制的雪梨红咸菜 这海盐 热菜盐 精准的 精准哦 烟制雪梨红咸菜时 盐的掌控至关重要 首先用盐打底 再铺上一层雪梨红 然后再撒一层盐 宁波的冬天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 雪梨红咸菜的腌制 大约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好的雪菜呢 就是冬至以后那个雪菜 然后呢这个雪菜呢 这也方便处处 哎呀 我今天算来找对你的 你看看 你先玩玩味道 那个雪菜 样子也好的 不错的 宁波人习惯从冬至开始研制 到了春天 雪梨红咸菜正好吸足了一个腊月的时光 贡献最鲜美的味道 雪菜是大汤黄鱼 收获了代表富贵的大黄鱼 和代表丰收的雪梨红咸菜 柴龙终于可以着手烹制 咸鸡大汤黄鱼 处理大黄鱼 它有两手绝活 快速地把它撕下来 用撕而不是剪 处理大黄鱼的背脊 去腥第二个呢是没有骨头了 它骨头就剩下一根主心骨了 那旁边背脊上的那些刺啊 那基本上没有刺了 你看今天真撕下了一整条的背脊 为了保留大黄鱼的完整 鱼腮也可以巧妙利用 腮把它剪刀剪开 连着腮 把它的肠子啊 肝啊 一起把它拖出来 但我们这宁工人很有特色 处理鱼的方式 我们不把它给开糖破肚 沸水下锅 然后煮出这个奶白色以后呢 可以放雪菜了 雪菜不用太多 糖度切成一厘米左右 其实细的一个好处呢 在于它就是比较 盐分啊 可以充分渗入到这个汤里面 黄鱼肉质细嫩 如果盐过早加入 就会收紧鱼肉的蛋白质 无法煮出奶白色的汤汁 基本上快熟的时间啊 我们放雪菜 经过腌制的酸 与黄鱼的鲜 这个奇妙的组合 丰富了咸鲜合一的风味 来来来 鸡豆汤 来来 出个酒 来来来 好好好 请得穿 请得穿 牛肉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有头有尾 有始有终 朋友交往 讲究有头有尾 有始有终 做鱼吃鱼 鲜咸合一 一生相伴 宁波仁将吃鱼 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朋友聚会 吃的是有情有义 而亲人团圆 吃的就是对家人的祝福 现在是凌晨六点 很多人还在梦乡的时候 鲍鸣龙就已经收工 鲍鸣龙做食品批发生意 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忙碌 今天他早早结束工作 赶到鱼室 鲍鸣鸣鲜鱼 新鲜鱼 新鲜的海鱼往往早上七八点钟就已经卖光 做菜的话一定要调那个上好的新鲜的海鲜 做这样子菜才会好吃 像这几点都可以 肚皮它都完整了 没不了的 也就很清澈 很新鲜的 鲍鸣龙是选鱼的高手 他曾经做过厨师 什么样的鱼到他手里都能各尽其用 今天他特意挑选了两种鱼 马娇鱼用来做鱼丸 而黄三鱼则专门为女儿准备 月头村是一个建于宋朝的古老村落 隔山望海 不远处就是海湾 过去月头村以渔民为主 现在虽然主要种植稻米 但是吃鱼的习惯未曾改变 特别是鱼丸最受村民的喜爱 平时忙碌 一家人难得团聚 包明龙打算用新鲜的马娇鱼 做一道鱼丸 制作鱼丸的第一步就显示出了包明龙除湿的功底 刀锋轻轻轻滑过 肉绒随之泛起 宁波人的细腻和对家人的爱心 全在这一刮一抹之间 这是独鼠除湿的温饶 看 这就是那个 瓦礁与刮出来的鱼龙 如果剁的话 绝对成不了这个样子 你看 多细腻啊 包明龙用刮的方式 改变鱼肉中蛋白质的形态 接下来 他要用打重新组合它们 脚必须要慢慢慢慢揉 越揉越快越揉越快 再隔一点也 这个也放多了也不行 放少了也不行 从那个也放下去 它会马上会凝固起来 你看 越来越丑越揉越丑 看那个 鱼丸的光泽度已经出来了 做鱼丸 竟然还要用到 茶颜观色 只有常年与鱼打交道的人 才能做出 如此漂亮的鱼丸 这样戴青 吃起来非常润滑 加入蛋黄 就会做出来 变成黄眼色的 很亮 很亮的啊 经过刮 打 钻之后 鱼丸还需要泡在水中三个小时 爆明龙将这个步骤称为痒 鱼丸滑嫩的秘诀就在于时间的温氧 在养鱼丸的间隙 爆明龙拿出了黄山鱼 处理黄山鱼采用花刀 新鲜肥美的海鱼更容易消出如花瓣的鱼形 今天他特意为女儿准备了这道菜 表达父亲对于女儿的祝福 女儿要高考来 我要做一道那个鱼丸龙猫 做女儿那个高考鱼丸龙猫 油炸前先撒上淀粉 均匀地涂抹在鱼的表面 油炸可以固定鱼形 最后淋上汤汁 此时鱼园泡在水中已经养好 静待热水催熟 煮的嘴下就是不要让它开 保持水温70到90度 那个像捞一颗鱼出来 摸上去一个弹性 也可以那个掰开看一下 也是那个均匀一致就熟了 哦 烫 肉口吃饭 真的 保明龙打算用鱼丸 做成一道名为金玉满堂的菜肴 白色的鱼丸代表玉 黄色的代表金 油炸能让鱼丸的颜色更加金黄 菜肴陆续摆上餐桌 在妻子的帮助下 鱼丸已经做好 来 新爷 可是爸爸在为根做个鱼丸龙门呢 选你 他说 新一个油 你打算给爸爸新一十个金 鱼丸龙门摆在了女儿的面前 这是来自父亲最真诚的祝愿 宁波拥有中国六大中心鱼港之一的石浦港 大量的海鱼从这里上岸 渔民们一方面将新鲜的海鱼售卖 另一方面将剩余的海鱼加工成更易保存的鱼响 这种经过晾晒的鱼与新鲜的海鱼不同 鲜美的滋味甚至更加诱人 因此当地传说 春秋时期 吴王曾将黄鱼干赏赐群臣 因为味道鲜美 被称为美鱼 后来响字 就由美和鱼二字演化而来 楼印南在高唐岛乡政府工作 喜欢厨艺的他总会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拜师学艺 今天他趁休息日提上礼物 拜访做鱼响的师父毛铃根 毛铃根是宁波高唐岛乡的村民 靠着一手制作鱼响的技艺勤劳致富 高唐岛乡位于宁波象山 这里的村民有的打鱼 有的志向 一年四季都不缺少鱼的鲜美 新徒弟来学艺 毛铃根拿出新鲜的鰻鱼 表演两种不同的志向技艺 鰻鱼响分为风鰻响和晒鰻响两种 风鰻响从鱼腹下刀 鰻鱼的肉质细嫩 抹上海盐可以拔出水分 使鲜的味道更加厚重 经过盐烟处理之后 用棉绳将整条鰻鱼紧紧地捆绑起来 晾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借助北风的风力慢慢蒸发水分 一个星期左右 风鰻响就做好了 冬季的鰻鱼异常肥美 晾干的风鰻响最大限度地保留脂肪 锁住读书这个季节的味道 而晒满响两三天就可以做好 制作晒满响与风满响正好相反 从鱼背下刀 这就一定要一刀下来 你不要太斜 太斜也不行 太淡的话你这鱼也可能容易化掉 同样用海盐涂抹 保证鲜咸合一的口感 最后淋上白酒 铺在太阳下晾晒 蜡月温暖的阳光提供持续的热量 起到烘干鱼干的作用 北风将水分带走 每天食材都在向食物的方向转化 每天鱼响都沐浴着风和暖阳 这座鱼响完全依赖气候 风和日丽才能做出品相好 口味佳的鱼响 因此高糖岛乡至今保留着祭天地的传统 供桌摆上 放上水果 馒头 红枣 猪肉 鸡等供品 海鱼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祭天地的时间 根据当地掌潮的时间决定 谢谢掌潮了 把我们高糖岛乡平平安 祭天地后 厨师们就忙碌起来 今天的晚宴异常丰富 黄鱼 鲮鱼 螃蟹 海鸭蛋 虾 以及各种鱼响 都成为今天晚宴的主角 蒸笼摆好 炉火开大 这样层层叠叠摆放的场景 在中国的农村最为常见 厨房里同时忙碌着 七八位厨师和帮工 平时他们出现在乡村的大小宴席上 乡亲们给他们取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 乡厨 乡厨最离不开的食材 就是鱼响 味道鲜美的鱼响 既可以与其他食材搭配 做出各种海味 又可以自当主角 独自担当起菜谱里打底菜的角色 蒸响扣肉 便是鱼响作为配料 左右逢圆最好的例证 鱼响兼韵 必须大力剁开 猪肉切成大块 煮熟 过油 切片 鱼响鲜咸合一 与猪肉摆在一起 放料时只需糖 少量的老抽 茴香 生姜 就能实现鱼鲜的传递和咸味的打底 蒸响扣肉需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后 蒸响扣肉出笼 揭开蒸笼 鱼响的味道顿时弥漫开来 鱼响坚硬难熟 蒸的时候放在上层 充分接受蒸汽的加热 做熟后又翻在下面 想的风味随热气穿透猪肉 留下鲜美的味道 好师父难找 好徒弟同样难求 对于四处拜师的罗印男 相处邻军起了爱才之心 一名好厨师一定是辨别食材的高手 对于罗印男 师父邻军倾囊相受 你看这个肉质很鲜白的 对吧 对一下 好吧 再试一下 林师父的话 在相处也有很多年处了 有很多徒弟跟他学习做相处 我也想首先从简单的方面 先跟林师父好好学习一下 肉质白系的丰满响 清蒸最佳 稍微撒一点就够了 清蒸丰满响 只需撒上味精 糖再淋上黄酒 清蒸丰满响 虽然烹饪简单 却是最具风味的宁波菜药 当地人常把它与鸡肉的鲜嫩相比 有丰满响味胜鸡的说法 天色渐暗 晚宴将要开始之前 毛铃根的姑姑姑父 急忙来到自家果园 为大家采摘吃海鲜的百搭水果 高糖岛乡海鱼丰富 吃海鱼的花样也层出不穷 西果汁 藏海鲜 好 晚宴开始 各种蒸菜摆上了餐桌 楼印男端上新学菜品 请各位前辈品尝 味道不错的啊 大家来尝尝 来来来 尝尝 来来来 尝尝 这个冬天 楼印男收获满满 鱼与他的生活 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鱼相做鱼 相土相情在宁波人之间传递 鱼与他们已经四季相伴 无法分离 海鱼的肥美 鱼民的辛劳 厨师的创造 都汇聚在宁波人的餐桌上 他们用口味 记忆最美好的人生时光 盐烟最重要的原料就是盐 中国盐起源于五千年前的盐黄时代 根据来源不同 可分为海盐 井盐 矿盐 胡盐 土盐等 历经几千年 人们对盐的运用 愈发纯熟 宁波北伦外制岛 一片传统的晒盐厂 依旧保留完好 自幼在海边长大 刘昭辉经常来到这里 从事烹饭行业的他 对家乡的盐与美食 如数家珍 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宁波人特别喜欢吃的 咸鲜 尼罗 臭冬瓜 腌淡鱼 我们下这个季节 腌的那个慢筒 就用这个粗盐擦一下脑 的的确确我们这边的盐 不错 非常好 对我们菜 帮助非常大 海盐 用海水晒制而成 海水进入蒸发池 经日晒蒸发 浓缩成饱和卤水 在结晶池中 继续蒸发结晶 再经过收盐堆驼 完成生产 海盐氯化钠含量低 含多种人体所需的 微量元素 宁波早在宋元时期 就开始用海水晒盐 出产的海盐 有着独特的品质 一个就是颗粒 整个跟其他的颗粒 大小比较合适 第二个就是 咸度是特别的低 在零度左右 所以说口感尝起来不咸 但是很鲜 回味有点甜的 本地的原材料 蕴含纯正的好滋味 腌制发酵的咸味 促成了鲜味的滋生 鲜咸合一 刘昭辉从事餐饮工作三十多年 精通各种宁波菜的制作 本地的上好食材 加上本地出产的海盐 这里的人腌制的海鲜 在宁波美食中占有重要位置 我们用的就是 宁波的海鲜原材料 就是像带鱼啊 苍鱼啊 通过这样我们看起来 揉啊 擦啊 其他没有什么香料啊 把我们宁波菜的鲜咸合一 通过这样盐与食材的结合 用腌的方法来体现 达到我们宁波菜的最高境界 用盐抹擦或放入盐水中 浸自腌制 可使原料中的水分渗出 盐味渗入 使腌制食品 保持原有的清脆 纯香 在便于保存的同时 还咽出好滋味 同时 宁波菜鲜咸合一的特色 与宁波人的性情 也有着不解之缘 宁波人的性格有关系 我们宁波人的性格 其实跟我们吃的海鲜跟盐 还是分不开的 就像我们这个盐 我们宁波人就是 一看就是晶莹剔透 清清爽爽 清清白白 所以说我们宁波人 这个性格 讲究实实在在 清清爽爽 清爽 同样是一种美味 依托丰富的海产资源 利用腌制工艺 宁波人创造出 很多文明中国的美食 除了腌制的鱼类 尼罗更是宁波 咸仙的代表 北伦区三面环海 当地一直有 堂摊送图的说法 历史上就有着 广�袤的潜海滩图 海图是 是海潮高位与低位之间的泥滩 涨潮时没在海水里 而落潮时逐渐显现 这里就是宁波尼罗的故乡 要想顺利在退潮后的滩途上踩到尼罗 传统木泥马不能少 这种相传起源于唐朝的木制平底小车 是在厚厚的泥滩上行动自如的快速交通工具 这个木泥马主要的我们就是在海滩上 能够这样沙滩上滑行的能够快一点 因为这个泥滩上这个泥就是脚踩下去会陷得比较深 你就有粘性 所以说这个木泥马对我们来说就是来回能够自由 宁波是中国尼罗的主要产区之一 尼罗是一种软体动物 它们栖息于潮间的海滩上 海水退潮后海滩上有很多才极方便 泥土里面长得就有两个小小的洞 我们一颗一颗尼罗出来了 特别大的尼罗我们看上去就是这样特别肥大脑 有的是小小的水滩里面就是一颗就是有两个小小的洞 这片贪图不但是捡取尼罗的宝地也是大家找回童年趣味的乐土 这个尼罗呢我们小时候呢家里面吃的可丰富了 有尼罗放个汤啦尼罗可以红烧啦 尼罗最有名的应该我们是尼罗可以腌 腌起来之后可以当作一种长久的菜吃 所以说这个尼罗对我们这个宁国人应该是带给我们一个小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记忆 骑上童年采尼罗的木泥马和小时候的伙伴回到摊途上 虽然没有了童年的麻利劲 但是多了中年的怀旧感 小小尼罗满世相仇 刘昭辉的舅舅是远近闻名的尼罗制作高手 刘昭辉的手艺就是和舅舅学的 70岁的王定根做尼罗40多年 尼罗的优劣一眼便知 这个肚子白白的 小现在这个尼罗就是长大了 就是应该是最肥的鸡脚 对嘛 没记忆啊 它上带来肯定做了 又大又白 又比较均匀 然后又长大了 这个是好尼罗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上好的尼罗搭配本地的海盐 是腌制的基础 要想让尼罗味道更地道 还需要一样腌制的调味品 不知道雪菜的人一定不是宁波人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 腌制雪菜都是宁波人世代相传的手艺 雪菜经过盐的腌制 有一种特殊的青菜咸香 这饱含香味的雪菜咸卤 正是做尼罗的好调料 倒入雪菜咸卤 不停地搅拌三十分钟 使得尼罗遇到咸卤的刺激 罗肉就会逐渐吐出 此刻正是放入海盐的好时机 海盐的加入使得尼罗再次缩回壳内 继续不停搅拌 等到盐全部溶解 尼罗再次出壳 再继续放入海盐 如此反复 千百次的搅拌中 随时观察尼罗的变化 不同的季节 时间也不一样 这需要多年的经验和辛苦付出 这个颜度是有点 好吃的尼罗可能要有时间 要花心思 要用得去 我刚刚再来一会儿 感觉腰有点酸 经过三次加盐 尼罗完全吐出 罗肉富有弹性 装入瓶中密封腌制几天 美味即成 闲暇之余 刘昭辉总是给外地的宁波朋友 寄去自己制作的尼罗 别看它小小的一瓶尼罗 但是我们宁波人的香草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宁波人 小时候永远的记忆 腌好的尼罗 口感香脆 咸鲜回甜 在盐的作用下 贝类特有的氨基酸鲜味 被最大化 对没吃过尼罗的人 通常用肉感版本的腐乳 来解释它的风味 这是宁波人经典的 腮饭朗头 这种如影随形的腌制味道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一生抹不去的家乡情节 鲜活的尼罗 鲜活的尼罗经过腌制 可以保存几个月 这也是人们运用盐烟的原因之一 美食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世世代代 人们追求的就是怎样长久保存食物 在宁波 一道号称宁波第一冷盆的海鲜凉菜 红糕嗆蟹 是餐桌上的重要菜品 这里有无红糕嗆蟹不成席的说法 这种红糕白肉的螃蟹只用盐来腌制 加之冰冻 使得螃蟹可以保持新鲜美味很长时间 浙江宁波 濒临东海 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分布大小岛屿三百多个 海产资源十分丰富 自古以来 很多宁波人以打鱼为生 鱼虾多了自然要存放 而用盐烟制 则是最简单的一种长久保存的方法 也许古人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盐与食材的最简单搭配 造就了一种称欲异方的经典咸鲜滋味 一大早张海英就来到象山的渔货码头 他要赶在第一时间登上出海归来的渔船 入东时节 是东海缩子蟹最肥美的季节 也是张海英最忙碌的时候 最先登船 也意味着能拿到最新鲜的螃蟹 这个螃蟹是最好的螃蟹了 是我们食谱尽中的红糕螃蟹 它生活在东海里面 这个都是红糕的 大又大尾又尾 在市场里面也要买180块一斤了 所以最过一段时间原调 缩子蟹 一个生活在前海的蟹中 因头胸甲呈缩子型而得名 每年腊月 雌蟹为了产卵 会在体内积累大量的膏状营养物质 此时的雌性缩子蟹 是宁波人做红糕嗆蟹最佳的食材 刚下船的缩子蟹 要在码头初步分级 螃蟹的大小和红糕多少不同 用途也不一样 小的可以做蟹护 中等的可以清蒸葱姜潮 个头大红糕满的顶级缩子蟹 用来做红糕嗆蟹 这需要有多年的挑蟹经验 而且在腌制的过程中 盐的运用也至关重要 宁波向山中心菜市场 凌晨三点半 市场准时开始营业 张海英和丈夫英志勇 也进入了这个海鲜竞技场 他们要在第一时间 对缩子蟹再次进行分级 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时间就是效益 手伤要是慢了或是出了问题 螃蟹死伤就意味着赔钱 此刻速度是第一要素 多的时候 每天要挑二三百公斤螃蟹 两个人凌晨三点半的忙碌 日复一日 我们每天都这样子 365天就是差一天嘛 从今的第一天就是休息嘛 初一休息嘛 初二就开始的 每天做样子的 也习惯了 英志勇不善言语 主要负责体力活 虽已55岁 但搬起二三十公斤重的一筐螃蟹 毫不费力 张海英快人快语 坐视麻利 是当人不让的一把手 特别是挑螃蟹的功力 远近闻名 经过层层筛选的顶级梭子蟹 大小在500克左右 正适合腌制红膏呛蟹 行家都知道 制作正宗的红膏呛蟹 不用鲜活的蟹 而是将精挑细选的梭子蟹冷冻 经过零下二十多度 十几个小时的冰冻 原本鲜活的螃蟹 完全冻透 对于爱吃鲜活海鲜的宁波人来说 这样制作出来的红膏呛蟹 有着怎样的滋味与口感呢 制作红膏呛蟹的材料极其简单 除了上好的梭子蟹 只有盐和水 老宁波人几乎家家都会做呛蟹 张海英用两公斤盐 加上五公斤清水 这样腌制出的呛蟹 口感刚好 咸淡适中 将冰冻好的梭子蟹放入稀释好的盐水中 上家的食材往往做法极其简单 这个螃蟹味就是这样用东西压一下好了 压一下过了二十四小时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螃蟹要盐水的 要蘑菇螃蟹的 这样就好了 这样盐出来的螃蟹就是圆足油味的 在盐的作用下 梭子蟹将发生奇妙的变化 这门制作手艺 是家里几代人传下来的 英志勇的父母也是胭脂高手 紫成副业 宁波人胭脂美食的手艺世代相传 看似简单的工艺 背后是制作者多年的辛苦劳作 二十七年了 两夫妻一起开始做这个生意 二十七年了 原来没钱 真的没了 真的一封钱也没了 夫妻二人白手起家 如今盖起了五层的楼房 女儿也在国外留学 小小螃蟹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 腌制好的红膏呛蟹 外表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里面惊艳的火红和咸香滋味 让宁波人魂牵梦绕 先切去蟹脚的尖 把整只蟹竖起来 切开蟹壳 然后横切一刀 一分为二 把蟹腮去除 每只蟹脚切成一块 一只呛蟹大蟹为十块左右 将螃蟹冷冻腌制 可以让壳与肉更好的分离 也使得口感更加细腻 具有弹性 单凭这耀眼的高红 就已经是整桌美食的明星 青白色的梭子蟹肉 衬托红膏鲜红夺目 在盐腌制的作用下 蟹膏浓香 蟹肉清甜 红膏的纤维 与蟹肉的顺滑相伴 只加了盐的咸 与梭子蟹天然的鲜合二为一 这种极致咸鲜 成为宁波人餐桌上 最具代表的滋味 如果说咸鲜的小尼罗 多高的梭子蟹 是大海馈赠给宁波食客们的 极致鲜美 那么在宁波 很多并不靠海的村路 也有不少美食通过盐烟的办法 彰显食材本味的咸鲜 在慈西 酒糟鸡声名远扬 它以酒命名 但熟安其味的食客深知 低调的盐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方家河头村是一座明代古村路 七百多年的历史 使得这里保留有很多宁波的传统文化印记 腊月前后气温较低 是座酒糟鸡的最佳时节 特殊的绝美滋味 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糟鸡属于这菜系 已流传了近千年 相传是为了更好保存肌肉 将海盐与土鸡完美结合 腌制滋味独特 鲜咸合一 王立峰的养鸡基地 就在古村附近的山上 自然环境良好 这种吃玉米喝泉水的土鸡 爪子有着天然特殊的年龄标记 你看这个汁的老嫩 全部看这个杂子 这个杂子它已经相当的接 相当的硬了 看这个杂子的鸡 已经养了八个月了 这个杂子暖的话 它就月份不到 你要是三四个月的鸡 它这个杂子基本上没有的了 这样的鸡之前一进到 味道就香了 必须养养住七个月以上 没七个月以上就不好吃 几千只本地三黄鸡 散养在山地林间 儿子王志迁毕业后回到家乡 和父母一起做九糟鸡 一家三口辛勤劳作 经过七八个月的自然散养 三黄鸡的肉质更加结实 结构和营养比例更加合理 脂肪含量低 氨基酸及蛋白质含量高 不过除了这上好的三黄鸡 制作九糟鸡 还需要一种特殊的增香利器 如今 宁波乡间仍有不少 自酿糯米酒的手艺人 将本地自产的上好糯米 淘洗干净 用冷水泡四到五小时 然后将米放在专用的木桶中蒸熟 蒸熟的糯米用凉水快速冲洗 将温度降到三十摄氏度左右 然后放入酿酒的缸中 按比例拌进酒区 彻底搅拌均匀以后 要在中间挖一个洞 以便更好发酵 再盖上棉被保持温度 二十天左右 上好的米酒 将要为王立峰提供特殊的糟鸡调料 这个米酒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是用旁边那个酒糟了 用这个酒糟糟出来的糟鸡 那是又香又成 酒糟要放到棉布袋中 用十几公斤重的石头压上二十四小时 喂的是更加紧密 这压成片状的酒糟 是制作酒糟机的制胜法宝 清晨六点 妻子袁林平准时点起柴火 将从山上引来的泉水烧开 不放任何作令 清水中放入三黄鸡 沸水煮四十分钟左右 便可出锅 此时 始终没有加任何作料 这可以保持鸡最大的鲜味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步骤 就可以品尝了 鸡肉色洁白 皮自然带油黄 熟而不烂 皮爽肉滑 原汁原味 清淡鲜美 只需蘸上酱油 便能领略现做现吃的咸鲜味道 煮好的鸡要自然冷却几个小时 晾干外皮的水分 鸡肉也会变得更加紧致 这是劳累了一上午短暂休息的时间 几个小时以后 一家三口将要展开制作九糟鸡关键的最后冲刺 将冷却沥干水的鸡放在砧板上 先斩下头颈 用刀从尾部沿背脊骨对剖开 一只鸡一般要切到十一块 这样每个部位大小正适合腌制九糟鸡 切好的鸡交到儿子手中 随着鸡肉上下翻飞 盐被王立峰撒到盆中 与鸡块搅拌均匀 混合好盐的鸡块 交到园林平手中进行装瓶 鸡 盐 酒糟 简单的三种材料在这一刻开始融合 这个鸡里面就是鸡的鲜味 加上盐的咸味 再加上这个酒糟的香味 三只合一 这个炸鸡的味道就出来了 它必须一层一层 一层鸡一层这个酒糟 这样能把那个酒糟的香味 充分地浓浓到鸡的里面吃 忙的时候每天要做二百多只鸡 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三个人分工默契 虽然辛劳 开心中是满满的幸福 他煮外我煮内呗 他负责送货 我负责家里看家 我打杂的 我感觉我的家庭很幸福的 我做这个锅 没有我老婆儿子 我是做不起这个东西的 我老婆真的很贤快的 经过几天的腌制 一家人齐心协力制作的糟鸡 肉质鲜嫩 除了盐和酒糟 没有任何调料 糟不沾鸡 鸡寒糟香 在盐的作用下 鸡肉爽嫩 富有弹性 这一家三口团结合作 腌制出的极致咸鲜 是古村最诱人的味道 有人说 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 就是因为忘了放盐 盐为百味之首 古往今来 人们总是在追求味道的极致 但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食材本身的鲜 才是最真的滋味 反途归真 烟得其美 鲜贤合一 最高的美食境界 也许就是这么自然与简单 相比于北方一年一季的稻米 长江以南的短季岛 或许在味道上不占优势 但是位于宁波西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渡口 河姆渡 那里雨水分配 土地肥沃 是中国乃至中国的 未经许是中国乃至中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磁城年糕选用本地优质碗精米 水墨成粉 沥干水分 蒙火蒸透 在对水散倒 米粉吸收水分之后 受热开始护化 变得蓬松软糯 放入石旧冲倒 一人冲打 一人翻面 两人需要节奏一致 配合默契 在反复冲打之下 米粉的分子结构开始重新聚合 变得更加软糯 我们传统的都在传 是比较糯的 其实不软 应该是硬子 它比较有筋道 不会粘牙 磁城年糕选用的碗精米 相比于糯米粘度适中 少量的支链淀粉负责软糯 大量的支链淀粉负责筋道 更易塑形 年糕趁热 用年糕板压印成长条状 这就是磁城年糕最家常 也最原始的形态 脚板年糕 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外婆身边 每分年节的时候就看他们做这些东西 大家都抢着吃 从脚板年糕开始 年糕多彩世界的大门才算是打开 煎炒烹炸 通通不聚 可饭可菜 还可以熬粥炖汤 百搭各种食材 味道千变万化 雪菜冬笋丝做馅 水墨年糕做皮 年糕饺是包生小店的主打 年糕口感比较寡淡 而且它具有一定的逆性 冬笋具有一定的脆性 而且有一定的咸度 就比较传统的一种口感 导书和上海分隔杭州湾两端 上海开步后 大量的宁波人涌向上海 海派味道中少不了宁波年糕的存在 之前随老辈闯荡上海的包身 尝遍了上海的各色年糕 却指钟情于外婆做的味道 于是放弃了上海的古玩生意 回到县城经营起了年糕铺 一开始我不同意的 我想了半天 我现在一个人活着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那是最快乐最高兴的 后来我说同意吧 周顺帝也为儿子的小店 贡献了一道自己的手艺 加热海盐 放入脱水的年糕片 在高温焖烤下 年糕片开始蓬化 盐分的沁入又获得了咸鲜 炒年糕片是磁城独有的 蓬化小零食 外婆传下来的年糕板 在母亲手里已经保管了多年 现在终于是时候交给包身了 这个手工真的不错 里面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 蝙蝠一个铜钱 浮在眼前 两条鱼 双鱼即庆 或者称之为年年有鱼 喜欢老物件的包身 简直如获至宝 年糕板上陈年的花纹 在软弱的年糕上得到了复活 当然 年糕板并没有限制住 年糕艺人的创作想象 脱离模具 洁白如玉的年糕 同样可以变换出多种形态 因为年糕脚在磁城走红的包身 年糕订单也多了起来 由于刚入门 很多相对传统且复杂的造型 还需要请教老师傅 通过拜师学艺来精进自己的手艺 打好的年糕 余温还在 软硬事宜 师父必须眼疾手快 争分夺秒 五颗元宝 从下至上 由大到小落起 寓意步步登高 富贵吉祥 同时在顶端放一颗葫芦 又寄托了瓜蝶绵延 子孙万代的美好憧憬 五代富贵的年糕 如期交到了同乡手中 包身还在学习年糕更多种做法 争取有朝一日 成为辞成的年糕一哥 宁波人在吃年糕上可以摆遍花样 不拘一哥 但对另一件米制品 却充满敬畏 遵照传统 从最早记载的宋元时期开始 宁波猪油汤圆的做法和味道 就从来没变过 中国汤圆在宁波 宁波汤圆刚压狗 范波平和丈夫吃着刚压狗的猪油黑芝麻汤圆长大 每年一到冬至 就盼着这一口老底子味道 今天他们要去市场挑选一种原料 这是决定汤圆地道与否的关键 买猪板油的时候 要买厚一点 亮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猪已经要猪了 三个银子 妈 这个好吃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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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钩钩进来 妈 头呢 猪板油悬挂风干 直到表面水分蒸发 揭一层薄薄的磨衣 当季的新糯米浸泡一夜 吸足了水分 颗粒开始变得饱满 范波平家里的老石墨 虽然一年只转动一次 但在家中的地位却无法喊动 这个是我们家的爷爷传下来的 以前老底子我们每年都要用的 今天这个磨是轮到你们家磨 明天轮到它一户一户人下去 酥软的糯米在磨盘的搅动下 被磨成细腻的米浆 这一步决定了明波汤圆外皮的软糯 水磨的东西就糯 如果干粉的话 那就不糯了 手工的奥米就在这个地方了 磨好的米粉需要在布袋中悬置一天 磨干水分 选择颗粒饱满乌黑油亮的芝麻 在锅中炒出香味 一番琵琶作响之后 盛出晾凉 再放进石灸 倒成碎末 我这个猪白油亮干的才可以把这个筋膜撕下来 否则的话比较难处理 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撕去金膜 露出油脂 仿佛如获至宝 它奶白如玉 松软绵密 猪板油 芝麻碎 棉白糖 三种原料混合在一起 反复揉搓 白色的猪油看不到 非常均荣地融合在一起 猪板油依靠自己的粘稠 将棉白糖和芝麻紧紧地爆成一团 虽已无迹可循 但味道却深藏其中 这就是老宁波人最钟情的汤圆馅料 黑羊酥 看来看看我们里面的面粉 有没有干了 小布袋 外婆在旁边 你也蹬下来 对 看来 跟外婆帮忙 你看 昨天晚上我们磨的 磨磨磨看 香吗 香 香哦 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 而南方的汤圆是煲出来的 水用大火烧开 放入汤圆小火微沸 用筷子轻轻搅动 让汤圆不至于粘结 中间加两次冷水 让汤圆随沸腾沉浮三次 最后浮起 汤圆完全熟透 因为煮在锅里的汤圆又浮又沉 所以最初他的名字叫浮圆子 应该 来来 汤圆来了 汤圆 汤圆来了 汤圆 汤圆圆 汤圆圆 煮熟的汤圆如出水芙蓉 白如羊汁 晶莹滑嫩 一口下去 滑顺细腻的面皮 温柔的抚慰舌尖 诺而不沾 它携带着稻谷原始的干香 接着油香和芝麻香 在甜味的包裹下充饮口腔 配合着融洽而又祥和的气氛 让幸福的感觉 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宁波人吃米 从来不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据说南宋时期 在不缠面的象山 本地人巧借一种酿酒的发酵剂 意外蒸出了一锅米馒头 米馒头蓬松软糯 还带着发酵的酸香 拥有点米成金能力的 就是这种名为白药的小区 白药的制作遵循古法 腊疗草是一种农村多建的草 草中富含根梅菌 酵母菌 它们可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 腊疗熬至浓汤 拌入糟米粉 混合揉搓 成型之后 再放入早稻草铺底的白药窝里 你给它稻草盖起来 四百个小时以后 你就看它发白了 说明好了 就放在太阳那边晒 晒该位置 大米饭拌白药 就是米馒头发酵必备的药引子 再放入泡好的精米 磨成米粉 放入桶中搅拌均匀 自然发酵二十四角时 发不好了 它就不好不蓬松了 发好了 跟面包一样 现在我做个米馒头 你先发下 发给你 米馒头发下去 白药是大米成功 蜕变成馒头的关键 生活中的奇思妙想 总能点亮一道美食 象山米馒头 在诸国副手里 却开出了不一样的馒头花 它做的米馒头 不但外形小巧圆润 而且颜色多样 不少锦囊妙记 都是出自做广告设计的 外甥女林亚琴 外甥女和舅舅的联手 始于舅舅的一项发明 马瓷木马 造型像小木马 那我当时就想到 这个厉害了 一开始打的话 你不留着做到这个马舌 很累很累 两个人就回去炒作 做一天大马舌 一天不过去做多少 也不累 木匠出身的诸国副 在维修店废品站 逃来了一堆废旧零件 用三个月的时间 改造成了这台打麻瓷机 我像那个汽车呢 为什么上坡的时候挂档 不会怎么上坡才弄上去 一到下坡呢 它再放了空档 它一下就下去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爱汽车 那个原理的 自己那个舍弃的 一刮到它上坡上去 一把那个盪放掉了 它下坡刮下去的 这样的 用马瓷木马 不但省时省力 打出的马瓷 还比一般手打得更加软弱 从此酷爱发明的舅舅 和点子无限的外甥女 一拍即合 他们决定 在象山传统美食 米馒头上做做文章 林亚琴把从烘焙糕点中 获得的灵感 贡献给舅舅 没想到 一周之后 一套米馒头的模具 在舅舅手中诞生了 自己呢 琢磨出来 自己这样做好了 你看 自己的 做起来这样的 那是方便的 我们那个馒头 下面圆了 他们在压下去 有时候接的 有时候编的 都不一样 我们那个每一个模具 都一样了 米馒头做成纸杯蛋糕形状 精致又小巧 屡试不爽的舅舅俩 又开始从颜色和味道上 做文章 很快 林亚琴从本地的乌饭瓷巴里 找到了灵感 男竹业 其实在我们当地 也蛮多的 但是很难找 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环境 也是比较恶劣 什么 乌饭叶 学名南竹 南方很多地方 都有用南竹叶煮米饭的食俗 南竹叶洗净捣碎 滤掉残渣 得到的汁水 就是一种天然的染色剂 经过24小时的浸泡 白色的大米被染成了青色 同时 大米也收获了南竹叶独特的干香味道 因为每种馒头发酵和蒸制的时间都有细微差别 所以今天的乌饭馒头能否做成功 林亚秦和舅舅也没有十足的 哦呦呦 捧都没捧 嗯 哭起的美好 嗯 嗯 好啊 嗯 好啊 你拍开 拍个出来 你拍开 我好啊 嗯 嗯 我哭什么不让我干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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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嗯 在外甥女的帮助下 朱伯父的米馒头花样 从原来的米馒头增加了乌饭馒头 艾草馒头 红糖馒头 白糖馒头等多个品类 自己的米馒头也从市场摆摊进入了网店 现在成了网络人气爆棚的网红美食 有了更多粉丝的鼓励 朱伯父还在不断摸索 希望将自己的打麻糍机器 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瓷城年糕铺的包身 也翻新着花样和味道 吸引着过路的客人 现在他每天要蒸制500公斤年糕 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 外婆的味道 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教师范波平 也把自己的汤圆手艺带进了课堂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 将家乡的传统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扎下根来 汤圆手艺带进了课堂 汤圆就做好了 宁波凤化 六水一山三分田 毗雷东海 山野平仇皆备 刚刚刚立春 养殖户林瑞国便开船出海 这是牡蜜最为肥美的世界 打击醋来了 打击醋 我压了五十毛 如果今天补充了最好 最好的食材不能坐等缘分 需要亲手来争取 丰收时节 林亚霞来到海边收购牡蜜 它是制作海鲜米豆腐 最重要的配菜 今年的这个牡蜜 开起来买大的吗 今年很好的 很好的 挑选牡蜜 不仅个头要大 还要一面烧平 一面凸起 凤化春湖街道 一山面海 凉田肥沃 渔港渔船和农田相依相存 稻作文化和渔业文化的交汇 造就了这里 独特的饮食传统 为庆祝一年丰收 一种集山珍海味 倒米为一体的小吃 应运而生 这便是海鲜米豆腐 米豆腐不是豆腐 借其名取其形而已 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预定了有几家客户了 要 这次要做多少 这次有个家 家做个 做个七百 七百六 米豆腐的制作需要付出辛劳 因而会做的人越来越少 林亚霞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他和家人共同经营着一家食品作坊 十多年来坚持手工制作 凤化淳湖一代制作米豆腐 大多来自家族的传承 林亚霞的手艺学自母亲 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能够成为米豆腐制作技艺的 非遗传承人 是林亚霞最有面子的事 每到初春 米豆腐订单便增多 制作米豆腐要用鲜米 这种米粘性较小 米质较脆 我这个米是浸泡了两个小时以上 因为我们这个雪米有点严谨 颗粒要偏大一点 然后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 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将米与水按1比2的比例加水墨细 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 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 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 一点一点地加进去 加得太快的话 它这个东西会成团的 等米浆滴落不断 稀稠度就正好合适 可以放入锅中煮 过去的纯糊人家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米豆腐 随着人们日益富裕 当地多数家庭已拆除了制作米豆腐 少不了的柴灶 如今为数不多的柴灶 保留着曾经那原汁原味的米香 现在越来越重了 我都快搅不动了 林亚侠的哥哥林亚勇 担起了这一众人 米糊变得晶莹透明 锅底生起一股淡淡的香味 这是锅巴的香味 要一个小时 就要倒这个筷子 就是叉叉进去 不会粘筷子了就好了 整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 否则容易粘锅 米浆熬煮 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 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 米豆腐不能成型 起锅太晚 米豆腐太老太硬 口感不好 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 时间一久 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 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 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 随吃随取 旧时 几乎每个纯糊家庭 在春节前都会制作一锅米豆腐 作为春节家宴必备的美食 现如今 时时都能吃到这种美味 米豆腐外表似年糕 口感却完全不一样 年糕用的是糯米 软糯弹 而米豆腐因为用了鲜米 更为细腻爽滑 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 其实没什么味道 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 汤头很重要 老母鸡与料酒 精盐同时放入锅内 用慢火焖煮 约三小时 直到肉味融入汤中 然后我再加点鸡汤 再加点白开水 开大火 炒出肉香后 加入鸡汤 焖十分钟 就可以将鸡蛋丝 鸡肉丝 牡蛎 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 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味道就是 有稻谷的米的虾味 还有那个鸡汤的香味 还有那个牡蛎的海鲜的美味 海味 稻谷 家禽 三种风味汇聚一体 口感也得到了升华 饱含风味 也饱含辛劳 一家人围坐品尝米豆腐 一同享受春天的喜悦 这个米豆腐好吃吗 好吃 汤特别香 牡蛎也很香 它精湿也很香 因为这个季节 牡蛎是最肥美的时候 所以这个 我们加了鸡汤 那应该这个味道是更加鲜美了 初春庆丰收 对于宁波人意义重大 蕴藏着人们对那座山 那片水 那块甜的情感寄托 人们将美好的祝愿 寄托在这碗米豆腐中 品尝丰收的喜悦 祝愿来年五股丰登 春节过后最重要的节日是元宵节 但是不同于其他地区 宁海人却要过正月十四 这一天被称为十四夜 当地家家一定要做汤包 吃汤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小的汤包 居然像极了古人外出石碑的包袱 别出心裁的美食 承载着特殊的心意 正月里 宁海县胡头村的村民 常常会走进祠堂听乐剧 宁海有着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的美誉 斗瓦飞檐 琼里璀璨 琼龙的枣井 古色古香 这座古戏台的修复者是葛昭龙 胡头村拥有众多能工巧匠 他们以修复古剑古为生 我们宁海是一个月级的那个 月级纸仙 我们从小嘛就是 在每个城里面都一个池塘 池塘里面都一个古戏台 葛昭龙组建了一支古建筑修缮队 他的妻子葛秀凤 名字里带有凤 两人形成龙凤组合 一主外一主内 货完十四 葛昭龙就得外出 葛秀凤要在这一天准备好汤包 一家人吃汤包是村里的传统 宁海人认为 正月十四之后春节就过完了 要么出外谋生 要么下地种田 所以有了吃完汤包牛鸭田的说法 这十四一国军月月小一国 都出门赚钱去 都男人都不在家多 都是赚钱 女人嘛就在家里了 现在嘛女人嘛也上白的也挺多的 擀面考验着一名主妇的手艺 手艺巧的可以擀成完美的圆形 在阳光下 面皮均匀透亮 一分为四 薄薄的汤包皮就做好了 真要十四的时候 我家里客人多嘛 等着能吃很多不少 就是快一点 就是蒸下薄一点就筋快一点 一下子筋了 就端上来就可以吃 开锅就可以吃 来提问过了呗 切汤包 公爹都是 制作汤包 往往几家一起合作 通常为同村的妇女 十多种馅料 都要切成细丁 伴随整齐画一的节奏 小院里演奏出大小统一 声音清脆的乐章 这需要一双精酒训练的灵巧之手 笋丁 韭菜 芥菜 雪梨红 豆芽 香肝 花生 都可以成为馅料 旧时 人们将过年吃剩下的食材 全部做成馅料 遇事年已经过去 现如今 众多食材可以自由搭配 不同于馄饨的生馅 宁海汤包用熟馅 先炒肉 待熬出油后 再放入蔬菜和调料 加入的菜越来越多 各色滋味兼容并包 香软倍增 就是要吃食事夜 要睡冬至夜 就是睡觉最长的时间是冬至 就是吃最好的美食就是食事 面皮如花瓣一般柔软鲜嫩 一叠一卷 手指轻黏 金元宝般的汤包立即成型 像极了过去外出时的包裹 这是我婆婆 这是大姐 这是小妹 这是我们一家人 都一起吃 过年前一天 一直到元宵就要结束 都住在我们老家 一年又一年 从婆婆到儿媳 再到下一代 祖辈的手艺代代相传 汤包可煮可蒸 宁海人大多喜欢将汤包一笼一笼蒸熟 蘸着调料吃 汤包无汤 像蒸蟹一样将美味全部锁定 剩下的便只带笼梯内水火相继的造化之功 蒸月十四的风壶炉 大红灯笼排排挂 焕然一新锦补华 给你搓一个吧 还顺不见 这个又搓呀 这个又搓一个吧 汤包来了汤包 美味的汤包 谢谢大家 将要出门的男人们 吃着热腾腾的小包袱 吃的是开心 吃的是心意 汤包 暗含着出门在外谋生气的人 平安顺利地寓意 过了正月十四 葛昭龙就要外出工作 修复一个构建 复原一处风貌 无论多辛苦 家的味道就像初春的暖炉 温暖贴身 虽远却贴心 春天里的宁波小吃 往往被赋予众多含义 宁海人吃汤包是保平安 而于瑶人吃凉弄大糕 却是分享喜悦 产自凉弄镇的大糕 源自旧时端午时的一种美食 如今虽然随时可食 但其中的含义已家喻户晓 梁弄镇在雷雨之后的云争雾绕中 若隐若现 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 依然保持着传统风俗 梁弄镇 梁弄镇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大糕一条街 五十多家大糕店 让大糕在当地的地位不言而语 来梁弄 大糕是必尝的美食 梁弄大糕传承有三百多年 其外形方正 雪白的大糕印有吉祥如意 福禄受洗等字样 红白分明 色彩鲜艳 尝一口 软而糯 甜而松 它这个芝麻吧特别的细 然后外面的糯米特别的糯 这个豆沙磨得也很 然后摇起来口感很好 梅宇波新婚不久 和妻子回岳父家 必带的礼物是粮弄大糕 过去每年端午 订婚未娶的男子 都要担着大量的大糕 前往岳父家 分发给左邻右舍 既有同喜之意 也是名花有主的宣誓 现如今 大糕成了粮弄人 走亲访友的必备 梅宇波的父亲梅百乔 经营着一家大糕店 他也是粮弄大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每天店里的生意 十分红火 现在要吃红的呢 吃红的吧 好吧 还是要货 还是要热 有四个口味可以买 有四个不同的规格可以招 原味是最经典的口味 馅料的主角是豆沙 选用上好的姜豆 涨水性好 看起来剔透 吃起来油润 墨成粉后和白糖混合 就成为粮弄大糕的馅料 制作大糕 选料是关键 凭借二十多年的经验 梅百乔掌握了 看一眼就能分辨 大米品种的诀窍 这是我们当地的枣米 对吧 对对对 上本级的嘛 上本级的嘛 对上本级的 这个就是杂交道了 杂交道下本级的 十多种米 梅百乔掌握 能准确掌握它们的品种和质量 制作大糕 需将两种大米 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 然后进行浸泡 南道米 一个叫糯米 糯米是要圆糯 米一定要分到很均匀很均匀位置 米的浸泡非常有讲究 时间过短 湿度更大 吃起来粘口 没浸透 磨成粉后会烧干 最终大糕口味也会偏硬 冬季加水晾晒半小时最为适宜 浸泡后的米粒变得晶莹透亮 圆润饱满 冬天有冬天的浸泡 整个浸泡不同 所以我们就掌握了 这个一年四个节气的气候和气温 所以我们泡出来的米 比人家有一点不同 经过研磨 米粉细腻如沙 梁弄大糕最出彩的不仅是它的口感 还在于文字的喜庆 给大糕印上文字 就要用到一种专门定制的印板模子 徐岳梁做雕刻已经有五十多年 梁弄大糕一条街上的木雕 大多出自他手 宫身雕露的师傅 刀法娴熟 纹路清晰 深度统一 才能更好的适用于制作大糕 要深度统一 手眼的配合和精准 必须一气合成 一块板子需要大半天方能制作完成 这个刀法要平整要包划 那大糕印出去的时候 肯定清除明亮 徐岳梁是看着梅柏桥长大的 因大糕结实 二人也成了望眠椒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梅柏桥把拌好的米粉 用筛子筛到大糕框里 筛下去了那个粉 细腿一点 滋润一点 好吃一点 把它划平 划平了以后就掉孔 豆馅儿 豆馅儿均匀放入矿内 轻轻晃动 所有馅料均匀填满方孔 这用一根薄薄的盖粉 把它盖一层 盖好以后把它划平 划平以后呢 还有挑个印装 在刻有吉祥如意的印板模子上 铺一层米粉 用工具轻轻刮平 轻轻敲打 印有吉祥字样的米粉完全落下 福禄受洗 吉祥如意 恭喜发财是传统的字样 现如今 一些具有新意的字样 也大量出现 将大糕切成大小一致的方块 就可以放入珍贵 十分钟后 大糕散发着香气 甜糯诱人 这个盖粉要给的稍微补一点 不要给的太厚 给的太厚了 就太难堪了 做得最好也没用 梅百桥从1992年开始做大糕 一干就是29年 梅百桥的儿子 梅宇波大学毕业后 放弃了高薪工作 跟着父亲做粮弄大糕 我家里 在一万块 我也是自己做老板的 你外面 在十万块钱一年 也是比人家打工去 他所以呢 他想通来 打工不如自己做老板 梅百桥说服儿子的理由 简单朴实 作为粮弄大糕的 飞移传承人 梅百桥也希望这门手艺 后继有人 从十多年前的几家 到如今的五十多家 整个粮弄镇 大糕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小吃 游客一到 既愿意品尝那一口甜 又乐于分享那一份喜 传承有了动力 行业日渐红火 中国人的餐桌 讲求热闹和喜庆 尤其在春天 食物所扮演的角色 超出了他本身的价值 对丰收的渴望 对亲人的关爱 对喜庆的分享 融进因时而时的小吃里 用食物本身的寓意 传达着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数的鱼米之香 孕育出了独特的春节食俗 东海的馈赠 让琳琅满目的海鲜 称霸宁波人的年味餐桌 一条大海蛮将如何化身年味里 寓意长长久久的一碗面 代表裁员滚滚的大黄鱼 如何在年味餐桌上 咽压群芳 吃出心意 一条大免鱼 如何能做出螃蟹的味道 哪种独门手艺 能让鱼骨都能吃 哎呦 太沉了 这才叫年年有益 对对 年年有益 年猪艳男团 是在地的 宁波人能将一头年猪 吃出什么花样吗 过年了 松了 海鲜纵横 年猪豪放 宁波年味 马上开席 来一拖过大年 捡一对窗花 写一副对联 万象更新 在流传了千百年的民俗中 宁波人打开了春节的大门 新年快乐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而一声声的呐喊 更是喊出了宁波人 一年更比一年糕的美好愿望 春节打年糕 是当地人过年的传统风俗 在江北区慈城镇的老街上 这种活动被传承至今 味道调查员闻声而来 迫不及待要分享宁波人过年的喜悦 下来打年糕 我们中文邻居都会来帮忙的 乡亲家乡亲来帮忙 打得真实货 心肃子弄得吃点 这种心情完全不一样 对呀 来来来 正好我来吃 好 吃开 来 您歇会 来 慢慢聊 慢慢聊 好 吃奶的劲拿出来 对 吃奶的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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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 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之一 年糕是宁波人年味餐出的百搭食材 既可荡菜还能荡饭 那么在这座历史悠久 物产丰饶的宁波城里 还会藏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年味呢 我们先跟着一位收藏家寻找答案 李扬辉是个怀旧派 平时不仅喜欢收藏关于饮食的老物件 还热衷于收集宁波当地即将失传的传统烹制记忆 据说由他掌勺的年味更是仪式感爆棚 既有古法的瓦钢烘虾钢 又有传统的鱼锤面 这些年味里究竟藏着哪些讲究呢 这个是我们银州区协祥镇的卢浦虫 这里当地的村民有很多养虾的 李大哥从小在海边长大 对他来说 肝糖前的最后一网虾 便是儿时过年前的一场狂欢 做成的虾肝 是春节里最鲜美的零食 没有之一 但看着眼前这些已经露出均烈的虾糖 李大哥有些忐忑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一步呢 是吧 是这个糖 就是这里啊 确定还有虾 李大哥二话不说 赶紧换上水库 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捞虾 这虾都在这呢 都在那 多吗 很多 很多啊 大不大 好大呀 这就是咱们的对虾是吧 对对对 我就往回这么抖了抖了就行了 对对对 我这边收起来 哎呦真是 把这个解开 解了 哇这么多呀 你看这虾给我这巴掌一边打了 是不是 这对虾 对虾得一对 这只更长 这要上桌 那真是红红火火 南美白对虾各大入后 红烧大虾是宁波人的家常做法 酱油提色 黄酒去腥 白糖 米醋 蚝油提味 红烧大虾 带着富贵吉祥的寓意 走上年味餐桌 然而 对以吃海鲜为主的宁波人来说 对虾 只能是配角 李大哥需要重磅食材 来凸显年味餐桌的隆重与仪式感 咱今天来这儿是要找什么呢 我们来这边海边找一个硬货 它呢头呢像狼头一样的 身体呢像手一样 他口中如此神秘的食材 究竟是什么呢 这么大这是 对对对 海蛮是不是 这是就海蛮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海蛮 大哥我觉得你看我的身高是1米72 然后这个它其实跟我差不多了 有1米6多1米7了 差不多 我两个手这样围起来才能给它握住 你先了一筐虾的鲜味 你先了一筐虾的鲜味 煮熟的对虾要先沥干水分 这么多对虾如何才能做成虾干呢 李大哥说答案就在这口缸里 我们把虾一个一个插在绳跟钢壁这里 好插吗我试试 你试一下 我们要选两个大小差不多 这里插到这里 这样就插上了 就变成一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 两个个头得差不多大小 对 不然你一个要太多 不匹配了 他可能根本就挨不到另一个 对对对 我们这样子围在外围呢 一次性能烤出更大的量来 节约空间 对对对对 我还得这只手稍微 对对对 是吧扶着点 扶着点对 然后给它靠紧一点 再靠紧一点 对对这样子 这样一圈一圈给它烤干是吗 对对对 但是像咱们这种用这个钢啊 里头烤着炭火 外头用来轰这个虾 我还真是同一回见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对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我们宁波传统的 一种烤虾干的方式 瓦钢烘虾 是流行于宁波凤化一带的 传统方式 与阳光晒 机器烘干相比 这种古法虾干 更是李大哥 儿时记忆中的味道 钢壁的温度 要始终保持在 大约40摄氏度 48小时后 对虾就会湿水 壳肉分离 一口大缸 能烤出几百个虾干 外壳酥脆 虾肉紧实有嚼劲 味道微咸 鲜味浓郁 不愧是宁波人 爱不适口的过年零食 大对虾已经有了 独特的传统吃法 那么大海蛮 又会被李大哥 做成哪种 与众不同的年味呢 这条的海蛮呢 我们主要做 我们象山的一道特色菜 鱼船面的鱼面 还要做一个鱼碗 李大哥说 宁波人通常会将 小一些的海蛮 做成蛮响 当海蜂带走大量水缝后 满响就将成为 宁波人年味餐桌上的 主力食材 满响切块 煎到恢复弹性 倒入提前烧至八成熟的 红烧肉 一起炖煮收汁 先开头 香收尾 满响烧肉 是海洋与陆地的 完美互动 而眼前这条粗壮的大海蛮 虽然看着吓人 但处理极为省事 只见李大哥 从蛮鱼背部开刀 去掉竹骨和内脏 留下的 都是雪白厚实的鱼肉 不过 要想快速刮下鱼绒 他得用上自己的秘密武器 这跟咱一般的刀可不太一样 有点塞脚的 尾巴这里接一点的 比较好刮一点 对 就比较适合来 比较灵活 灵活 对 所以你看这个刀也是特制的 对 从上往下 从上往上 对 这非常细腻的感觉 基本上骨头都已经 剃了 在鱼绒里加盐调味 鸡蛋清带来爽滑的口感 葱姜水可以去腥 搅拌 摔打 为鱼肉上劲 增加弹性 此时 鱼绒一分为二 一半做成鱼丸 那是我们熟悉的常规操作 那么另一半 李大哥还会有什么新奇的做法呢 从左到右 这个劲儿为什么要特别特别小 因为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敲扁了 因为这样子呢 一容易碎掉 第二个呢 筋道不好 对 要慢慢地垂挡它 慢慢地 因为我们现在超出一个长长方形来以后呢 我们把它转个方向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纹里有一个交错 鱼饼呢 就不容易碎掉 第二个呢 它吃起来呢 会更有劲道 鱼锤面的关键在于 用力均衡 反复锤打 直到鱼绒变成约两毫米厚的鱼饼 下锅窜熟后切成条状 面条造型初见成果 就在我们认为该下锅煮面的时候 李大哥又拿出五彩缤纷的配菜 他说 这些可不是用来煮面的 那又会是什么做法呢 我们现在就炒鱼全面 这个鱼全面是炒面的 是炒出来的 它既是一个我们鱼做的鱼面 但是它其实更是一道菜 放点榨菜 再放点窝松 笋丝 胡萝卜 还有鱼面 有个地方的这个春节餐厨上 都会有一两道家常消息 对 加入黄酒 盐 胡椒粉调味 用水淀粉勾芡收汁 最后再加入一勺猪油增香 好嘞 出锅 这也太香了 大哥 你可以先尝一下 那你给我挑一块 这鱼面太筋道了 这鱼面太筋道了 关键是它有那个鱼的鲜味儿 里面混合了这些菜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春节有这么一道小炒 非常之有特色啊 春节餐桌上充满了家乡味觉记忆 和象征长长久久的面条 被宁波人用海鲜做成了吃鱼不见鱼 吃面不试面的高深境界 树长 好挑的 好 Montage 好 Cant 天高 哎呦呦呦呦 笑 李大哥将自己收集的宁波老味道 悉数亮相年味餐桌 无论是瓦钢烘好的虾干 还是小炒鱼锤面 他都用满满的仪式感和复杂的工序 表达着自己对年味餐桌的珍视与用心 春节快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 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照顾家人 逛大旗 吃小吃 一年一度的宁波美食节 将当地人的年味推向高潮 这是宁波的十大名菜 傅皮爆黄鱼 好 外面是香味 里面是鱼的鲜味 靠海吃海 宁波人的年味餐桌 是一席海味会碎 众仙争霸的热闹场景 有一种鱼 凭借金灿灿的鳞片 和裁员滚滚的好彩头 必须刷满存在感 大黄鱼 为何是宁波人年味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主角 他又能成就哪些意想不到 精彩分成的年味呢 这是宁波的小匠王 讲述了我们是传统宁波人的这种生活 他们的这些沿街交卖的 陌生的这种方式 宁波的商帮文化 都是从小做到大 春节看大戏 是楼成斌从不学习的年味 学手艺当老板 身后的商帮文化 根植在很多像楼大哥一样的 宁波人心里 2005年 他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开始创业 一边保护建筑文物 一边用美食回望历史 敏锐的商业嗅觉背后 是楼大哥对味道的潜心钻研 春节期间 是他最忙的时候 身为厨师兼老板 卢大哥的拿出一席 能让家人和宁波人满意的年味大餐 时间紧迫 抢到上等食材 才能做出极致味道 这就是凤化那个铜罩 那个鱼村 所以很多的那个鱼船都在这边卸货 热闹的铜罩鱼港 是宁波市凤化区最主要的鱼货集散地之一 从这里出发可以直达东海 楼大哥说 大船基本都在远海 只有小船往返运货 所以每天的新鲜货源非常有限 而他要找的食材是春节里的强手货 得预定才行 你好 今天有没有我留的鱼啊 我那个鱼的大黄鱼 先进去看看 行 这是咱们专门留好的是吧 对对对 这大黄鱼这颜色一看就特别好 这是东海的大黄鱼 差不多这下有两斤左右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黄鱼的品质好不好 这个发活的你看 对也很新鲜这个鱼 鱼鳞啊 你看鱼眼睛啊 还有那个鱼 对像鱼鳃啊 大黄鱼在有些地方 也被叫做黄花鱼 中国是大黄鱼的故乡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就有了关于食用大黄鱼的记载 此后 他频频亮相不同朝代的古籍 成了风靡全国的鱼类明星 东海是大黄鱼的独产区 宁国人对这种食材 最经典的吃法之一 就是雪菜大汤黄鱼 奶白色的鲜美汤汁里 萦绕着雪菜腌制后的清新味道 每年春节 楼大哥都要做成百上千份 雪菜大汤黄鱼 而这一次 他要突破单一做法 让大黄鱼 以全新的味道和口感 亮相年味餐桌 他到底会将大黄鱼 做出怎样的心意呢 我把鱼鳍拿下来 直接用手撕啊 对 我试试看 你拉一下 就直接这样一拉就行吗 对 往下撕 我头一回看这么具鱼鳍的这一条 就特别像拉链 然后还有这一块 这个头皮这也就 最新的位置就在头皮上面 哦 这个撕起来比较费劲 楼大哥跟大黄鱼打了几十年教导 处理手法干净利落 他先将分切好的大黄鱼 放入用盐 葱姜 花椒调制的料水里 浸泡十分钟来去腥入味 就在我们以为大黄鱼可以下锅烹制的时候 楼大哥却把鱼装进了塑料袋 然后又拿去真空塑封 他要展示的究竟是哪种神秘的烹鱼方式呢 我们传统的都是用锅去烧啊 去蒸啊 它都是用一百度的水温 高温 但是我们呢 用低温的做法 这是我们用五十八度的水温 那么低温呢 能呈现鱼的鱼肉的原始的味道 接下去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小块的 对 小块的时间其实是最短的 我们设定的是十分钟就够了 这个十分钟就行了 像这个就是十六分钟 就稍微厚一点 对 鱼肉厚一点 罗大哥说 低温慢煮 对 对 咱们为什么是带着皮切呢 这样呢 就不容易碎散 因为没有皮 肉容易碎散 对 对 对 这个鱼奶的部分金光闪闪的 对 对 特别讨喜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 大金条就是大黄鱼的意思 管金条叫黄鱼 对 几条大黄鱼 就是几个大金条 来几个小黄鱼 就是几个小金条 就是这个传统的说法 大黄鱼对宁波人来说 不仅是一种美味食材 还蕴藏着商帮文化 楼大哥先用鱼骨熬制一锅鲜汤 过滤后再加入雪菜和笋丝 炖出一锅宁波人记忆中的味道 再次过滤汤之后 大黄鱼鱼肉就该登场了 此时 楼大哥的家人 正在巧手期待 年味大餐的呈现 哥哥姐 我今天把原来的黄鱼做法 重新换一下 换新颖一点的 唐卓雪菜笋丝东海大黄鱼 好 几点一键 好了 咱们可以下去算了 咱们算几秒钟 我们要三秒钟 三秒钟 然后我们一起数 三 二 一 好了 这还有点红的 这可以吗 对 因为我们汤浇上去以后 它就更熟了 三秒涮烫 让大黄鱼鱼肉微卷 鱼鲜菜鲜彼此缠绕 难粉难舍 太鲜了 很滑解 对 有那个笋的鲜味 还有那个雪菜的鲜味 对 无论是低温慢煮 还是快速涮烫 楼大哥都让大黄鱼 以惊艳的口感 亮相年味餐桌 在传统的底色上 赋予创意的新颜 让大黄鱼在今天的年味餐桌上 焕发出了新声 希望我们传统中餐记忆 能给更多人带来幸福快乐 新颜色的新颜色 大海蛮 大黄鱼 宁国人的年味餐桌 可谓争奇斗艳 妙不可言 接下来又有一种极为少见的 重磅食材即将登场 将鱼肉做成螃蟹 将鱼骨做成姜 名多人的年味里 究竟还藏着哪些高深的烹饪秘籍呢 一大早 郭海浩就跟着女儿郭瑞 装点家门 这次春节 妇女俩约好 要联手为家人制作年味大餐 家里布置妥当后 二人直奔市场 没有第一场 这就不会比较好 那里面长高了呀 这都是红包了 对 梭子蟹是宁波年味餐桌 必不可少的海鲜 与清蒸相比 郭大哥喜欢抹上豆瓣酱 上锅蒸 在水蒸气的环绕下 酱香浸入蟹肉 不蒸不抢 默默守护着鲜甜的滋味 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做最香 晚上你做 女儿喜欢吃什么 老爸总是记在心里 一定要给他充足的氧气 他这样能够活的时间长 郭大哥时刻关注手里的菜单 生怕有丝毫一路 在我们看来 市场里每个摊位的海鲜都差不多 但在行家眼里 这里的门道可不简单 说着说着 他就开始上干货了 郭大哥呢 这个待遇好的 这是雷达网待遇 什么叫雷达网待遇 雷达网待遇 就是我们当地的渔民的一种 捕鱼的一种方式 这个往下去以后啊 然后船呢 转起来 把它围起来 捕捞上来 那您看这一面 它这个上面临冬已经没了 这是不是也不太好了 这个没问题的 这个外行人啊 他可能看 哎呀破了就觉得不好 但实际上它的鲜度是非常好 这个硬伤 不影响口感 郭大哥说 因为捕捞深度更深 雷达网待遇的肉质 会更加细腻肥美 是待遇中的极品 由于供应量小 基本上走不出浙江 就被消费完了 内陆人很少能吃到这种美味 待遇性子急 挣扎的时候 会蹭掉表面的银汁 脉象就会出丑 越丑越有活力 是郭大哥挑带鱼的小秘密 好 在小火油煎的过程中 高温钻入带鱼身上的细窄花刀里 让后世的鱼肉快速成熟 煎带鱼 吃的就是原始的鲜香风鱼 就在此时郭大哥突然兴奋起来 哎哟 郭伦 这条鱼好嘞 究竟是哪种稀罕食材 让他如此激动呢 这条鱼最起码要二十斤左右 二十斤左右 这个免鱼吗 这个免鱼 你看 这个鲜布非常好 你知道这个鱼里面 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吗 里面的鱼镖 就是我们说的鱼胶 对对对 这个是很难得的 哎哟 我沉一下 哎哟 太沉了 这才叫年年有益 对对 年年有益 身披银色战衣 重约十几千克的大鲜鱼 是荡日海鲜市场里的王者 郭大哥说 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有意外收获的大鲜鱼助阵 郭大哥的年味大餐 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而如何把这条大鱼做出好味道 成了他要面对的新挑战 今天我们要把它做成四种吃法 四种吃法 这个鱼就要把它蒸出来 吃它的原汁原味 我们这一个部位呢 等一下把它切下来 哎 叫爆烟免鱼 这一段呢 去骨以后 我们这个留着 我们用最古老的方法做 然后这个鱼头呢 包括鱼骨头 我们把它剁成碎 然后呢 我们做鲜鱼骨酱 郭大哥就像个活菜单 迅速将这条大鲜鱼规划妥当 与喜欢食用干制鱼胶的潮汕人不同 宁波人的地道做法 就是清蒸鲜鱼胶 满满的一盘胶原蛋白 摆在眼前 光是看着 就觉得皮肤 弹嫩的好多 面鱼就一根主刺 郭大哥切下鱼尾 取下两片细嫩厚实的鱼肉 但他并不着急 烹制主要骨尾 而是先拿边角料的鱼骨 做文章 难道这鱼骨 也能做成一道粘胃吗 哎呀 郭大哥 我发现这个 您刚剁开的这个骨头里头 是有骨髓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就是这块 你看像这个果冻一样的 然后透明的 这个骨髓也是一起剁在里头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为什么这个米鱼骨酱 这么受人喜欢 就是它的骨头又软 软后呢 骨头里面的骨髓很丰富 郭大哥说 宁波人特别喜欢将猪骨 鸡骨鱼骨等骨质食材 做成骨浆 既不浪费 还是补钙加皮 蒜爆香 将剁成小块的鱼头 鱼骨下锅翻炒 加入酱油上晒 黄酒去腥 加水炖煮到骨酥肉烂 出锅前 用淀粉勾芡 让散碎的鱼肉鱼骨 重新凝聚成一团 做鱼骨的快感 是免鱼骨酱带来的价值 浓厚的滋味 更是一道下饭粘味 见识了郭大哥 对鱼胶和鱼骨的做法 我们非常期待 最厚实的鱼肉 会被它做成什么粘味 刚刚您说要用鱼肉 要做一个很古老的菜 这个菜实际上出自于 隋远舌丹里面 菜名叫甲蟹 甲蟹 对 但是它当初菜单上定的是 用黄鱼做的 但今天我们不是买了一条 大驴鱼吗 我觉得这个质量 可能比黄鱼还要好 所以今天我们也算做个创新 首先我把这个煮熟的鱼肉把它拆开 不能太碎 但是也不能太大块 就一丝一丝的 对 它的纹理非常清晰 蟹肉 就那肉眼可见的相似 您怎么想到在春节的餐桌上 做一道假蟹呢 这个我看我女儿 她这个平时 仿在那个视频上面的一些菜药的制作坊 做一些新式的 我也在想 我们也尝尝 以前我们海边的古代人 是怎么样吃海鲜的 对 那肯定更稀奇 对 郭大哥说 碾鱼肉至雪白 紧实 撕成小块后 乍一看 与蟹肉有几分相似 但在口感上 鱼肉没有蟹肉嫩滑 于是 他就用咸鸭蛋蛋清来帮忙 不仅可以入味 还能赋予鱼肉更加顺滑的口感 撒着少许葱利 下锅滑油 让鸭蛋清紧紧附着在鱼肉表面 加入黄酒去腥 用淀粉勾一层薄芡 翻炒之后 鱼肉又穿上了一层晶莹的外衣 郭大哥的家庭版假戏 既有与蟹肉的形似 入口之后 还有蟹肉的嫩滑 傍晚来吃团圆饭的亲戚已经登门了 寒暄叙旧的气氛 催促着年味赶紧复活 而最后一道年味大菜 将由妇女俩联手制作 那又会是什么呢 这是海鲜酱 葱花 姜 蒜 这比较特别 这个是柚子皮是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因为柚子的清香 可以就是跟虾胃 有一种很奇特的痛状 加水了直接 然后再加加油 这是醋是吧 加点糖 这个料汁应该是一个挺万能的料汁 对 瑞瑞你自己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现在 好吧 行不行 嗯 可以 女儿配料 老爸爸关 醉虾 是郭大哥家的明星凉菜 最后倒入高度白酒 腌制十分钟 这是瑞瑞最喜欢的鲜活滋味 海白虾是生醉 血酣就要熟醉 在约八十摄氏度的水里窜淌 但不能让血汗的外壳打开 否则汁水尽湿丢了鲜度 包去一半外壳流入汁水 淋上妇女俩调制的万能烟料 极致的鲜甜与滑嫩 让味蕾都跟着兴奋起来 一起在这里过家宴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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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你尝尝这个 能猜得出这是什么做的吗 什么鱼能吃的 鱼 鱼 哎呀 你们做人还是很厉害的 一吃就知道是鲜鱼 哎 你看妈妈吃的 一整个虾 虾壳 甜甜的 新鲜的 特别好吃 不错不错不错 得到了正传 女儿继承了老爸 爱烹饪的基因 老爸希望 能在下一个春节 吃到女儿的手艺 年味的餐桌 总是充满亲情的互动 手艺的交接 是一年又一年的期盼 与延续 新的一年 我希望我的家人 和所有好朋友 都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宁波 不仅是浙东地区的 重要海港城市 还是附属的江南水乡 因此 当地人的年味 不仅有丰富的海鲜 还要有霸气的年猪来助阵 潘永健 早早就邀约了各路好友 上山抓年猪 他要亲手烹制一席年猪宴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度春节 那么他会如何挑选年猪呢 这里头猪还挺多 长得还都不一样 那个有白的 棕的 黑的 还有黑白的 那咱们这个年猪 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年猪呢 要选一年半以上 是12月以上的 这些猪就是大概 长到多少斤的时候 这个猪呢 大概都在300多斤以上 300多斤 对 大概那你平时喂它们什么呀 玉米 玉米 扑皮 豆粿 我刚才看到在吃九糟 对 这个是零食 还有零食 餐后甜点 为什么会给他们吃九糟呢 第一呢 因为天气凉了嘛 要去去暖 然后呢 有助于睡眠 真的啊 对 养标 那今天这几头猪 您相中哪头呢 那个在蹭养养的 对啊 那头棕的是吧 它那个鼻子还挺多 上面有一块花斑的感觉 养猪大哥说 这头棕色毛 脸上带花的猪 是浙江本地土猪 与杜洛克猪的杂交品种 此时到了标肥体壮的时候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沙年猪 是根植在很多人 基因里的年味记忆 潘大哥是杭州人 2008年举家来到宁波 打拼事业 凭借深厚的杭帮菜 烹饪工地 他坚收并蓄 吸纳宁波菜记忆精华 让自己在当地餐饮行业 站稳了脚跟 那么潘大哥会有哪些烹制粘猪的独特招式呢 只见潘大哥先将猪身上最肥的部位踢了下来 猪板油一般都用来熬制猪油 但宁波人却将它做成了另一种汇报浆的年味美食 那会是什么呢 潘大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朋友中的面点大师林军 这个包这个汤圆有什么讲究 有什么技巧呢 你看呢 包的时候呢 我们拿过来以后 一定要把它小角窝 小角窝呢 一定要均匀 均匀了以后呢 线性聚中了 它就包出来 就不会露线 你喜欢吃汤圆不 我喜欢吃草莲的 还有草莓馅的呢 北有元宵 南有汤圆 二者分别是南北方春节和元宵节年俗活动的代表 猪板油最好要提前冷冻 方便去除筋膜 让爆浆更为流畅 黑芝麻炒香后碾碎 与白糖混合均匀 要注意 猪油 黑芝麻 白糖 三者的比例大约是5比3比2 宁波汤圆突出的是香 甜只是辅助 如果喜欢桂花的味道 还可以放一些增加花香 团成一个个圆球 包在糯米粉皮里 在开水中煮上三分钟 汤圆馅料里的猪油就会融化 为黑芝麻营造爆浆的状态 咬上一口软软糯糯 馅料喷涌而出 各种香气化作一团 让人吃过就难以忘怀 与此同时 潘大哥在快速分割猪肉 在他看来 分猪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他儿时物资匮乏的年代 杀年猪就意味着 未来一段时间内 家里会有肉吃 其实我们知道猪身上 可能最有食欲的一块肉 就是五花肉 对 宁波人一般怎么做 做一个盐炒肉 盐炒肉 这个做法应该说 在别的地方没有 对 我都头一回听说 不能说 一说口水就没有 那一块这个我尝尝 在被海鲜包围的宁波年味里 当地人有着对猪肉忠诚的坚守 那就是红烧肉 年猪脂肪丰富 将油脂充分煸炒 放入葱姜 八角 干辣椒去腥增香 白糖和酱油是红烧肉的标配 适甜适咸随你掌控 加水炖煮大约一小时 酥软 糯口 油味不腻的红烧肉 是宁波人年味里的肉类代表 不过除了块状 潘大哥又将五花肉切成了约一厘米厚的肉片 这又是哪种五花肉的吃法呢 哇 这个五花肉真的是 这个五花三层 油脂丰富 有肥有瘦 当时家里这种储存条件有限 所以说过年撒好年猪 就把它生炒之后把它炒成咸味的 炒一次之后可以就保存起来 对 我可以叫你调个汁 两勺酒 这是黄酒是吧 这是黄酒 加三分之一勺盐 三分之一勺盐 你现在要调好 分别加就不行 如果盐不化的话 它放在下面就是颗粒状的 它好像炒的时候它会浇 沙年猪寓意六处兴旺 生活富足 除了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分享快乐之外 不同地方的人会以制作腊肉 咸肉等不同方式来保存猪肉 盐炒肉 是潘大哥在宁波乡下学来的民间做法 讲究的是慢工细活 火太大 肉表面容易焦糊 但里面还未成熟 火太小 肥肉中的油脂难以逼出 所以 潘大哥要不停地淋上凉油 让五花肉 在约一百七十摄氏度的油温中 慢慢净熟 失去水分和油脂的五花肉 可以保存一星期 吃的时候上锅蒸一下 失去的油脂仿佛又回来了 独具风味 除了盐炒肉 潘大哥又升起一炉炭火 它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烹制排骨 所有的烹饪方法里面 我最喜欢去用炭火 因为它的导热方式它会更均勻 不像我们炉子 煤气灶或者电灶 它比较集中在一个点上面 它是整个区域都是在加热 完全是两种风味 用炭火喂制排骨 使潘大哥对儿时 柴火炖肉味道的追忆 这边炖着肉 潘大哥开始加快黏猪燕的烹制节奏 他要用让人爱恨交加的肥肠来受关 潘大哥会将已经煮到八成熟的肥肠 做成怎样的黏猪燕 南宁波人就喜欢吃大肠的这种味儿吗 喜欢 我们相对就做红烧的多余 红烧的多余 不用加太多调料或者香料 去把它 掩盖 本身的味道掩盖掉 还是保留它的原味 因为真正喜欢吃 或者他还是好这一口的 对 红烧大肠软糯香滑 但潘大哥却不满足于这种口感 葱蒜煸炒出香味 肥肠再次倒入砂锅 焗上十分钟 肥肠在充分吸收辅料的辛辣香气时 质地变得更加柔韧弹牙 带着一丝焦糖的甜尾 潘大哥的砂锅菊肥肠 诱人出锅 刚刚咬了一块这个瘦肉的部分 它已经是那种 感觉有点酥香的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完全吃不出油腻的 对 盐炒肉 红烧肉 猪油汤圆 遭猪耳猪舌 潘大哥用一道道 独具特色的宁波年猪菜 犒劳自己在异乡的辛苦打拼 感恩朋友的雪中送炭 帮助提携 一席年猪宴 将浓浓的年味化作温暖的记忆 存进大家的心里 祝愿我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 所求皆所愿 所心画坦途 多喜乐 长安您